我不要裝作世界只有兩三一面 我不要什麼都差那麼一點點 我不要在上面去 只因為害怕被討厭被討厭 是你的討厭 這首歌曲比較時日 那其實它是日時的相反 那為什麼會相反呢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 日時是被動的 時日是主動的 就是在這首歌裡面要講的 其實是你是要被動的被黑暗侵蝕吞噬 還是你要主動的去面對自己的黑暗面 會想寫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一直 就是從小到大 就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我們 就是努力讓自己變好 然後要很正面要很積極 其實就是負面啊 或者是難過啊 悲傷憤怒這些情緒都是很重要的情緒 然後都不是不對的情緒 它其實都是一個 比自己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不要在憤怒悲傷的時候就覺得 不行不行我要趕快變好 然後我就趕快去看一本書 然後或者是我聽一首很快樂的歌 或者是我看一部勵志電影 然後我就用一個別人的想法把自己的悲傷破掉 這樣子其實那個你自己的悲傷憤怒是不會真正的過去 就是你必須你要想要變好之前就必須要先去面對自己的不好 我跟清風是認識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我們大概在十年前的時候曾經是室友 之前其實就有他幫我寫過歌 但是這一次一起一起寫歌是第一次 那這個原因其實我自己覺得很感動 因為當時因為我要出這個專輯 這一次就很重要嘛 然後而且我這次邀請了很多好朋友合作 那怎麼可能小清風呢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一首歌 他說好啊當然 然後就看我就開始等 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我專輯已經快要錄完了 他說還沒有交 我就很擔心 結果有一天半夜他就傳訊息給我 他說他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唱什麼樣的歌 他到底要寫什麼樣的歌給我 才可以代表現在的歌 他想了半天他突然發現不對 這首歌不應該是他來寫 這首歌一定要是我們一起寫的 然後他就說 他想到我在跟他剛認識的時候 我送了他一張 我當時就當年十幾年前的專輯 我就送了他我的專輯 然後上面就寫說 清風我非常喜歡你的創作 那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擁有一首 自己完整的創作 所以這首歌我們一定要一起寫 然後當時 因為我們是傳訊息 但在電話接頭的我就默默的落淚 其實我這一次一直在重複這種落淚過程 因為每一個朋友 我在發出訊息或打出電話之前 我其實都就是 龜縮也大概兩三天 就很緊張 然後但是每一個人一聽到這件事都很替我開心 而且一口大意 就是我對寫曲是有一個 本來是還蠻心理障礙的 因為我一直在寫詞 然後每一次寫完詞 我當然會試著把它哼成曲 但都超難聽的 所以我就一直根深蒂固 覺得我不會寫曲 然後他就說你就隨便哼一些曲掉 一定 你平常一定會隨便亂哼一些東西 就是搞笑的也都可以 你就隨便哼 我覺得他提出的這個創作方式 對我來說太有意義了 我一定要為了他去放下自己的心魔 於是我就在那個夜裡 錄了很多段音檔給他 都是我哼的音樂 但是我每一段的結尾都說 啊 我不會啦 然後就每一段的結尾都是這樣子 然後非常神奇 他聽到那些音檔的時候 他就說他覺得超好玩超有靈感 隔天他就給了我十日的曲 然後裡面其實就是他把我哼的曲掉 串起來 然後他也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在裡面 詞的部分其實也是差不多類似的情況 就是我們先訂了一個題目 然後他就請我就這個題目來寫 就是隨便我要寫什麼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是正要去歐洲 然後他好像去拍MD 他就說你再上飛機前給我 然後我在飛機上把它寫完 就十日這個題目寫了 我對這個東西的想法 以及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說的話 想要表達的事情 然後寫完 睡了一覺起來 他又寫好了 就是非常神奇 而且其實他用的幾乎都是我的文字 但是他做了一個 他有點像是一個高級導演 他就是又把他串起來 然後把他變得更 更合乎那個旋律 然後唱起來是更 更好聽的 因為有的字其實唱起來會是比較好聽 那個東西他很清楚 就是他幫我做的這件事 然後我又哭了 呵呵 因為這個MV 他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就是主播 一個有潔癖的主播 他看不起來很陽光的正面 但是他其實是非常焦慮 因為他有潔癖 他受不了一點沒有污點 然後一個男學生 然後在學校常常遭到霸淵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個MV 我想要講的結尾 因為導演當時給我腳本的時候 他就說 喔結尾就是 就是大家都領悟了 然後就是重見光明 我就說 喔我不想要這樣子 我覺得重點是 其實很多時候這個世界 還是是一樣的 就是就算你領悟了這些 而且明天事情一樣會發生 你可能你還是 也許你到學校還是會被霸凌 然後你還是有很多 很多工作上不開心 可是重點是 你這個人已經不一樣了 觀念是可以決定一個人 承受痛苦的能力 然後我覺得這個MV 我真的想要講的 重見光明是這件事情 然後這身造型呢 就是有點讓我想到聖女真的 因為其實我在跟 清風溝通 十日的曲風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提到 他說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關鍵詞 然後我就有跟他提到聖女真的 就是 就剛好這個造型 就是其實我沒有跟造型師講過聖女真的的事情 可是這個衣服一穿上去 我就覺得對就是這樣 而且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現在看到是一個 應該看得到吧 就是這個銀色的塗料 但其實它其實是一個反光的塗料 就是當有一些燈光打上去 或者是 用閃光燈開的時候 它就是會反光的 那這個這個 還是一個圓形 其實是一個不規則的圓形 因為我是 我個人是一個很喜歡搞破壞的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這個圓有一點點的缺角 或者是有一點點的歪斜 那是一個最美的樣子 那是這個 專屬於這個圓最獨特的樣子 當下是因為什麼樣的狀態 會想要怎麼做這樣的表現 就是 沒有 不難啊 就是想像自己 喝醉的時候 差不多也就是這樣 沒有啊 就是 嗯 其實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那一面啊 就是 把它釋放出來 其實是很很 很過癮的 就是 我覺得 我認為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要大哭 或者是大叫大喊 千萬不要憋住 那我剛剛 我現在 我其實剛剛沒有特別在想什麼 我就是跟著這個歌曲的意境 然後因為現場有很多燈光啊 然後有 煙啊 風機啊 你知道嗎 好像就會 覺得自己 就是一個 是這樣 地獄來的食者之類的 很旺啊 他也 那個 他 他叫米爾對不對 就是那個 好像叫米爾 對 很難忘啊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可能會夢到他 對 然後 呃 他其實 那他的造型 全部都是他自己做的 然後 呃 包括臉上的特殊化妝 然後 其實我剛剛 他在化妝 包括他在化妝 然後化完妝的時候 我都一直 很想要跟他攀談 然後 但是你知道 我其實是滿素辣的 我就不敢 而且看他好像一直很氣 不知道為什麼 對 結果只是因為 這是我的木姐 你知道 我剛剛終於要跟他面對面了 然後 我就說 你好 我是伍佳 你好我是伍佳心 跟他握手 他說 嗯 我是米爾 我就覺得我真的想太多了 喔 還有那個劉修福 我覺得他很棒耶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他是 他演那個 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那個戲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個新演員很耳目一新 然後 這個 MV 需要一點 亦正亦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適合人選 而且有很重要的是 我看到他本人之後 我就覺得 不覺得他很像我弟嗎 我沒有弟弟 但他很像 我覺得我們兩個很相像 就是 我講不出來 是哪裡 就是某一種 氣質的想像 嗯 嗯 其實很久沒有拍MV了 然後 然後 我 很 其實也不緊張 我就 一直很好奇 我今天到底會是什麼 狀態 什麼心情 我沒有做太多準備 然後 我就是想看看 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再來拍 一個屬於自己的MV 我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今天 我玩得很開心 就讓整人停掉 自己 絕不想念 我尋找我 我尋找我 去走入另一面 自己的醜 儘管黑暗 我尋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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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裡的飛雪 卻破黑前進 真實中間的時候 解剖自己的特改 打開自己的風來 創意把握上臉呼喊